他是人称农业先生的李正庆 今年73岁 一辈子在云林二轮务农 他曾经种出59台金的大西瓜 而被称为二轮西瓜王 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就是说你到底是要把钱付给农民 还是把它付给医生 我们宁可鼓励优秀的农民 来送产健康的有机食品给我们吃 五十几岁那一年的一趟土耳其之旅 他被圣经里称为生命果的无花果 深深地吸引 经过旁人移进台湾 今年二十多年 终于驯化出台湾的无花果 一粒生出来要三个月 这一桶才收 我来照顾这一项东西 不敢说照顾你 还有三个月 未经过来 应该是有其他人 我再去四點過 就比較說我自己修人的生活 都已經完成了 四點之後就要來做集團 這裡有些農場、研究 或是一些思慮等種種的問題 做不完的到今天要做的 親像今天有些人的頂端來 今天要出發的 這都必須要做起來 跟一些政府、農委會、改農場、農糧市 這些送來的公文也要看 像這個農業世界走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 看來裡面有新的技術 這都是他們農業專家、學家的書籍出來 他們都有相當成就的理由來感隔 都要留這個時候要來做 我和我爸爸在做事的時候 當時農業、切種種都有這麼成功 現在這個切 撤了後 再來呢 要再進一步 陌生秋季的網路 也有提供一些主持 我們要綜合來看 去追求之後 我們有辦法做一個定論 每天凌晨四點 李任慶梳梳理完畢 就在辦公桌前 處理農場裡的文件和訂單 今年七十三歲的他 出生於雲林的務農世家 從小學五年級開始 就跟著父親到西瓜田裡耕作 早已習慣這種摸黑起床的農民生活 在交通工具還不發達的四十年代 李政慶每天都和父親徒步一個半小時 到西瓜田幫忙 讓他從小就養成勤勉刻骨的習性 而李家代代相傳的農事技術 使得李政慶對於西瓜栽種相當有一套 在六十歲的時候 曾經種出五十九斤的巨無霸西瓜 而有了二輪西瓜王的稱號 然而除了西瓜之外 李政慶在二十年前也開始研究栽種無花果 小寶貝 早安 寶貝送這早餐來給他吃 ńst�وف根ーー 趙 Faith 趴底 趾滑 趾滑 趴 Anthem 趾滑 趾滑 趾輪 趾滑 我带来 哎 新康宝贝 打开高炸 打开高炸 好漂亮哦 哦 你这一块大了才有筋 今天人会这样 会让我拆开 啊 你们这要够加油 你们这些人已经大了 你们这大了 要够加油 好好的加油 我平常是 字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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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块 早上就六点左右 要给大家打热火 聊好 接下来就是拆收 十一点前后 还要给它孙 孙看 它跟日头这么暖 要有脆脏 再來第三次就是 映暗時紅粉的時尊 還要把船 船看它走在那裡 風這麼頭 有去的 索布有去的 要把它扶起來 把它扶好起來 雖然麻煩 我們也要這樣做 很熟的就是 這個工具 一顆生出來要三個月 三個月的期間才能採收 現在我日後 我來照顧這個東西 不敢說照顧孩子 把無花果樹當成自己孩子 來照顧的李正慶 會和無花果結下不解之源 是因為在二十多年前 身體狀況亮起了紅燈 那時務農生活 所累積的勞累 加上飲食不正常 讓他的胃潰瘍一直醫不好 而且嚴重影響了心情 所以決定跟朋友 一起到土耳其旅遊散心 沒想到這趟土耳其之旅 改變了李正慶的務農人生 有一天 約朋友來 我這裡坐 把酒買去出土 去後 看到他們的餐廳 煮出來的菜 都是由他們的專家 都是由他們煮的 他們做他們的料理 每一道菜 就跟他們介紹 介紹我這道菜 是關於你的這個身體 多一部分 這道菜是多一部分 我吃到中途 我就說 我這道菜一部分 可以 我回到台灣後 有機會來接觸到 我就用這個 來顧我自己的身體 就好了 回到台灣後 很多人朋友送我一些 這道菜要給我吃 我慢慢摸索 我就對 都沒有經驗 會來刀 漸漸來做實驗 做研究 再買後 有這個經驗後 就來做 我這個菜肥的面積 來考慮 一個人 他們開 我回到哪裡 在哪裡 我在這裡 你在這裡 你舌頭沒行嗎 沒有 在那裡 快正常都沒辦法 你舌頭做 好啦 我舌頭做 你若輕作得好 你差一點 多大就做到 多大 太厘化了 我以前的尋找 我身為生活 他們每一行都要頂盡力,頂益,頂益,很辛苦 所以他們的辛苦我也知道 所以我也知道怎麼用 所以我也很認真要盜盜盜 失敗很多,因為什麼都是要錢 什麼都是要這樣子 然後一滴遺憾地讓人下來 路上這樣走下來,真的很辛苦 社群人的辛苦就是 他要開墾這些人,在這裡的地方 很辛苦,很辛苦 失敗的辛苦 來就是早上做到後面的辛苦 精神上的辛苦,每一項都有 他就是這樣熬過來 我們家就是務農 那就是這個季節 自己這個季節就是種什麼 他爸爸就是做什麼,很辛苦 因為他剛開始種,我不曉得他在種什麼 他剛開始種給我吃 我也覺得這是什麼 然後口感又不好 剛開始的時候,剛開始種他那個品種 還沒有那麼好 然後可能在他的施肥或什麼 他都不知道 所以他剛開始種這樣吃,其實又不好吃 可是他說這個對身體很好 其實他當初要種無花果 其實我們沒有人會贊成 因為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媽媽覺得說 那這樣子 有人要買嗎?要賣給誰? 對,因為你沒有人來買,你要賣給誰 這是對家裡的經濟 我爸爸是我們家的經濟支柱 他沒有收入我們怎麼辦 李正沁每天採收完 就把無花果一顆顆做篩選 而為了保持鮮度 一分類完,就要馬上進冰箱冷藏 做事辛勤的李正沁 起初種植台灣顯為人知的無花果 一路上的艱辛,五個兒女都看在眼裡 他每天不斷地研究 從種不出來到結成果實 從果肉酸色到鮮甜美味 二十多年研究無花果的歲月 經歷了太多挫折與艱難 但他都一一克服 成功的經驗讓他獲得農業先生的美名 這區是九十三年開始獲 九十四年收起來很風修 在頭一年沒睡 沒睡很風修的時間 我民村讓他開心得 我不是說剛才龍山片 這麼風修這麼好 讓我收起來很開心 但是九十四年 那時候過了九十五年 就已經發生收拔了 我們外行的 我們不知道說那個很收拔 一家月去問專家 人家說那個收拔 這行東西的收拔 跟我們人的暗情一樣 正經被抓到法國中 沒有由於 我這樣一回看 看到就只有做 麥塞圖要來的 我真堅持說這個東西 沒有讓我做到成功不可 一定要有一天 讓我看到這個成功出來 我們現在要來用這個草莓 來香料後來做油肌肥 我們要做油肌肥 就是要用這個環節 來管理才會好管理 不然你的收拔 我們的收拔也不健康 你做油肌肥 你很難管理 我們裡面 一個月 一百步就一百步 在裡面 微量顏色 經過我們的發酵 後生態的油肌 流下去 對我們的收拔 的幫助非常大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很精細 就是他要把每一件事做好 不會說這樣隨隨便便的 有時候他會去用樹枝 我的時候就是會來下肥 因為就是我們會分工 不會說就是讓他一個人做的那麼多 月裡有時候 沒料下多了 就是會不均勻 不均勻 然後有時候就是你看那個 無花果就是有時候會 有一些會比較大 有一些會比較小 就是長得不均勻 李憲昌是李正慶的大孫子 傳承了務農世家的勤奮踏實 每到假日 他就會到農場裡幫忙阿公工作 今年剛升高一的李憲昌 從小跟在阿公身邊 學習種植無花果 讓他對農業產生興趣 為了學習更多的專業知識 與技巧 因此選擇農工學校就讀 希望可以把阿公研究成功的無花果 繼續延續下去 好 那個 那種木蝦農工 沒有 沒裡頭 好 就這兒去做 好 好 好 謝謝 以前的蔡菊沒錢 欸 校長很久很久 有夠打拼這樣 沒有 做事人就是這樣 你來也不跟我通知一聲 讓你來以為這樣很抱歉 小老朋友來給你看看 啊 真好 真好 剛好下就我怕這個工作就沒用 不然休息來拍攝你 應該你來要好好地拍攝 我來看你做工作 這樣嗎 感謝你 這是我們台灣的農民的典範 好好 那是你去看這裡 其實沒那麼好 你這個武法國的財貝基礎 我看全世界你算得了 差不多得了 不然這堂公了 謝謝啦 謝謝 哇 你這個休息肥都自己做的嗎 對啦 你想要 想要的休息肥也是公眾通用的 一項休息肥滿目的農產品 農產品統用 但是我這不是 我這是我的生命國的全用肥 特別 為無法國釣製就對了 對 為它釣製這個休息肥 你看看這都完全發酵 是 是 但人的肥料 鳥獅不吃 我的肥料鳥獅不吃 我的肥料鳥獅不吃 齁 了解了 對 我覺得你這個休息肥 這都很好 這個 這個下去之後 我覺得你這個 無法國 不只好吃而已 它的那個 人家說這二次代謝產物 它有很多 你這個得坐 對 因為我們的農產品 這個水果要好吃 是肥料最大的館 你看金融發的到這裡 對 對 我的肥料來給它 這條糕 我們的農產品 它為了要吃肥 已經會帶出來 為了要吃水 已經也帶出來 對 這樣來 來上面 他的長頭那裡 金才會惡性 對 這個很聰明的作法 而且你要知道 根在吸收是根毛 就是最尖端的 那個新長者的根毛 在吸收水分跟養分 所以這些老根 它根本不會吸收 所以你把它切斷 以後它就重新長新根 新根長出來 就剛好吸收 它試下去的回來 這個是非常聰明的作法 他的肥料都自己健康 唯一給他的一些幫忙 就是說我們有一群 自動稻荷的有機農業界的朋友 大家鼓勵 說有機農業 可以做成 所以給他信心 老實講 我們就只是給他信心 我有怕他會有機農業 完全是很大 很大的鼓勵 阿嬤他當時 很大的鼓勵 說別人堅持拚下去 我怕他沒有這個精神 它算是台灣的先驅 是 烏花果它這個經營非常成功 而且是 算是早期投入的 全世界產量最高的 就是除了其 那中東那些國家 什麼阿爾及利亞 這些非洲地方都有 你知道我們台灣 就經常流浪 氣候都潮濕 燜熱 病床害就多 潮濕最糟糕的 所以就是那個病害就多 很多農民就會放棄 其實很重要就是要鼓勵 那個生產者 那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就是說 你到底是要把錢 付給農民 還是把它付給醫生 我們寧可鼓勵優秀的農民 然後願意來生產高品質的 然後他花很多心力 很多成本來生產 健康的有機食品給我們 種出健康的農產品 也種出自己健康的李正慶 獲得很多農業專家的肯定 更把農業當成置業 才忙完自己 無花果園裡的施肥 又馬不停蹄地 前往兒子的果園了解狀況 20多年無花果的栽種經驗 讓他晉升為指導者 農業先生除了當初 二輪西瓜王的封號外 如今又成了二輪鄉的無花果之父 在那裡吸收營養 那吸收營養 那吸收營養 這有雞籠子 這有雞籠子 我小孩在荒材 他們好像沒穀 這穀穀的 收到他們的 我是做一個技術 和指導 我慢慢就放給他們 給他們去管理 農民有做到像這樣 就有標準了 現在我不是說 漸漸夠 我小孩去經營 人、年輕人 還有地匯 要發肥衣服 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 捏著方向走 你在這裡百貝 你這個比武龍來 我知道 你現在怎麼來 這個牛來 對怎麼來 我們孫子是很快 這個木材 切磋、磋、磋、磋 那是基礎 但是我看他做人 我感覺很快 像是長大以後 就看到阿公這麼辛苦 所以就知道 就幫忙他 做一做 就自己也滿有興趣的 就想說 可能自己可以接這個 我覺得我阿公的厲害 就是說 他可以種這個 然後可以種得那麼好 對嘛 然後又可以外銷 或是自己做食品加工 做成醋 或做成酵素 對啊 然後又可以研發 他的 就是怎麼去防治 他這個病蟲害 我覺得蠻佩服的 因為我自己可能 也沒有辦法 做得到像他這樣 那麼好的 的事 李正慶 把來自中東的水果 成功種在台灣的土地上 成為李宣昌 口中引以為傲的榜樣 事實上 李正慶的無花果 不但讓腳下祖傳的田地 轉植出了新價值 也讓台灣下一代的農業 看到了新希望 二輪鄉位於雲林縣最北端 在台灣最長河流浊水溪的南岸 因為地勢平坦 天液肥沃 水利設施完善 知名多以農業為生 是典型的農業鄉 也是台灣重要的農業生產地之一 二輪鄉氣候溫暖 竹水溪附近有廣大沙地 適於西瓜種植 使得產量豐盛 品質特別好 李正慶的祖先 清朝時 從福建漳州趙安來台 墾荒拓地 至今將近三百年 從祖先流傳下來的土地 至今仍有四公頃種植西瓜 現在全都交給小兒子李旺財管理 如果有雨後天 是在小樓後 就下樓後 這邊就一天 連山樓一天 你看有人要吃 你叫雨後天叫我們吃 我們也沒有 還沒有給水 吃過才會長 你給水擠 只能夠老花草而已 做事人 就繼續找百年做 像我們現在起來 要來種金貨 如果是種油肌 對 如果是這樣種 做事人就是做而已 我們說正經 天也要讓我們 很久沒有我們 一家就沒有人 做這次沒有人 在那裡讓我們 這樣做得到 就每個人都要 從這顆 這顆就夠了 這顆 像我們現在這樣 這樣做 現在這樣就是壞 這沒辦法 吃水 這顆就不一樣了 你如果像這個 來的這個火爪 開去 都開去 然後你給它看 這個火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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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已經成熟 大火爪 完全oli 這樣火爪 再你要高 噴火爪 下 牡蟋 老 拜�� 做的是 這個火爪 今天 像這顆蛋會搬起來對不對 我用放棄給你們看 這顆就紅了 有沒有 這蚵蚵 這放棄它就放棄了 放棄就放棄了 這顆就正常了 有沒有 這顆沒有這個 這沒有了 這正常的 這你現在放棄的 車子燈當它就出接了 沒有了要搶棄就是這樣 不然你只要一頭百歲 你不要再再多百歲 沒有了 沒有了 這顆就最難過 有紅胎去 紅胎來就又又落後 你再過了 再過了 再過了我們算 十幾年 十二月前的 那沒有紅胎 這都在爭口 有人一輩子就夠了 這正常的 樹光 才剛從雲層裡露出 一如往昔 李旺財一早就載著 昨天採授的西瓜 到處販售 延續著父親那輩人的做法 他會先到客園集中的市場 接下來是尋找路邊的散客 因為他們的瓜果品質賣相俱佳 多年來也累積了不少常客 這菜市場上有尾就散了 不是說你說不會的 你自己沒有尾就散了 你不散了 你往那邊不要做 怎麼可能 從這西瓜 我來一段 那一段 那一段 四個 四個都不敢回家 二十多 吃你去 坐下來 我說 大家都是電灰 這桂 Caroline 一撒四個 一撒三拳 真撒沒有 插八賦 插八賦 我給你煮八坡 來,看看… 我給你 來,這隻鋼… 謝謝 稍微的量不太多了 不太貴的就是要放得太多了 你從現在稍微就買來買了 貴的就沒辦法了 我自己的就沒辦法了 買不買完就要來處理了 放牌啦 一群人沒人就再刷啊 你會把牌刷就好刷 刷來刷去啦 我的話在爬上就好刷著 我在爬上都在爬上到爬上 爬上就好刷 無人就是要跪路的 有人也有時候要去抓 我上菜就很容易了 這裡就放了 這裡就放了 這裡我們去看啦 經驗了 這家的媽媽 火鍋 這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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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太近了 因為我家裡不種蝕蝕 他們有種了 他們以前的爺爺就專業種蝕蝕蝕 他們把他專業種蝕蝕蝕 還要蝕蝕蝕嗎 這是現在的 這剛好 這是何人啊 怎麼這樣 天下 為了 我看見你 因為日本人 在家裡 大家還堯 在家裡 找到不能 死 我沒有在家裡 我找到這家裡 就叫你 我给你帮我 我给你帮我 我给你帮我看不美 我还给你帮我 我现在做的生意 我们做生意味到的生意 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筋试 我们只要吃到企业 像米粉 加點檸檬湯 或是 我可以吃菜粿 就最好 以前 我做小孩要吃米粉 要親家朋友來才能吃 不是說要吃就吃 以前我們都吃的韓芷 沒有人煮熟 跟主人說 想說 再吃一包米粉 每次去買就吃了 這個韓芷菜也是自己煮的 我們自己煮的 蒸蒸的 現在我們炒菜吃 這是五節的甘醬 芳芷 熱得很好 那你不能這樣說 沒有 你很久以前吃飯 你吃飯十三塊 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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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現在這就是要吃我 那些紅豬肚 讓糖果 把… 拿進去 拿進我們的… 農層粉裡面 紅豬肚 吃得很難 這樣… 大家… 很冷冷 但是… 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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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廚房 那我沒有… 沒品到… 黑糖… 香甜… 這… 這… 五年粉 大湯… 有廚油… 已經… 倒下來 這個… 黑糖… 黑糖果…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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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現在把… 抹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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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紅豬肚… 他… 吃到… 還… 不知… 我… 我… 沒有… 但是… 他… 吃到… 這麼說… 我… 我裡面沒有把蟋蟀,包括青蛙,我也看過 因為我的肯定是很適合他們的 只要做無鑽農藥,有鑽農藥,帶就須要無關了 我要去營造一些像,要來投給MV,或是在那裡 我有一些網友都知道我做的,做什麼工作 現在每天社會的事件都要對得對 我們就要抽時間來做主神,大家才會流通 以前說要去沙海部,什麼,走出去,出去 現在已經對不到 我們女兒回來跟她說,老婆 以前那些老婆所已經都不可以了 那對人不對 我是想環境、商業來俄羅 我一家這樣現場,等一個空間我隨便團出來 時間保餓 開始說我脫脫進去 那些網友還把回應回來,我感覺說我做成就感 對,你也這麼有落入,對,說不介紹到 這樣,看近一位就是要調他這日記 他這裡邊都有日記 他這裡有,這裡你就會調 變成這裡有,就是9月嘛 107年9月,我們在這裡1號 8、9月,我們在這裡一段落 還有台中 對 沒有,你這個要用刷 我會刷 你...這個法師要在電影這邊 你在這裡有,你不在這裡有毛 這日記 對,對,不過你要拉的比較高 是最用當我們這顆,對 這就是日記 這後來我們去查,從網路上這邊查 查價格給他們 他們才知道說他們今天賣的這些蔬果價格是多少 你看我年紀這麼大 電腦不會他們已經懂得比我還多 他是我的老師 他教我 我的生肖 我也要來上幾度 往路上來賣賣 只能說這些蔬果價格是年輕了 我按股時在網路上不需要 ech activity賣賣的機會 對人批判子不可能 跟別人進去幫助 這個小學對人批判 李政沃不愧是農業先生 面对新世代科技的冲击 他秉持着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不断地学习调整 放弃老旧的观念 努力跟上时代的发展 他会先用手写草稿 在一个字一个字地 输入在手机里发布 也许是跟老天爷 判驳所养成的不服输性格 他果然成功地 把无花果在网络上 打出知名度 最重要的实力 就是引起了冠军面包师傅 吴宝春的注意 重视食材的他 不但亲自走访了 李正庆的无花果园 而且确定列为 产品线的馅料食材 如今对于李正庆来说 手机就是一间移动店铺 走到哪里 订单就可以接到哪里 他不断地努力 用自己的方式 在新时代让农业转型 我农业转型 我要出一份浓压的车 在来的这么年轻人 看到说爱 我留了这么多项 这边还要留着 这边就这样 不要说让人 想到小小的这些刺客 来放弃这个浓压 岁面丝 铺两分 這個會放五天吃一塊 這個長江是長江 長江的上面這塊 你這裡的腳 因為你這塊 我只剩一塊沒理會 那你說你去參觀一下 要參觀我叫我孫子館去這邊 這塊都吃 這個很甜的嗎 不好種而已 對 不會吧 小鳥會來跟牠搶食物 好吃的 水會很多 這個水會很多 真的 就網路上看看有這一家 我就來看看 很有燃養什麼都很好 我就想說來了解一下 烏瓜果汁還不錯 買一些來吃看看是好吃不好吃的 口味頭感相當好 我之前有看過電視 今天腳步專程 從來沒有看過 我聽過這個名字都出來了 對 順便來見識見識一下 我懂這種像那個 水蜜桃還雜藝 口感還好 對 有點類似水蜜桃 但是口感比水蜜桃還好 對 現在的一家都用手蜜桃 手蜜桃嘛 這家的蜜桃要雜藝 這兩家 要雜藝 以前是都用電話在電話 現在用手蜜桃、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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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都要雜藝 現在還可以打蜜桃嗎 對 現在都用手蜜桃 以前我們要雜藝桃 好 現在有外國小藝術做美食 美食、果汁、飲料 來 來 來 好 好 是我的文書 今天為我預將這個 生命果的球場 就收拼的時候 住處的為我的生命果的求疑 好家在督到黃教授 那時候是很訝異說 台灣可以種出這種新的品種 當時還沒有這個風氣 所以他會碰到很多問題 我來看過以後 我們這邊如果說有土壤或者植物品種類的問題 那我們就會請學校中心大學的一些老師 專業的老師 來這邊幫他提供一些建議 其實這個路不好走 我也常常看到他的皺眉頭 現在是已經苦經幹來 因為他還有其他產品都發展出來了 現在都進入一些比較特別特殊的餐廳 那還有五寶村的麵包廠也會跟他要這個材料 進入他的麵包 所以其實剛好搭上最近五到十年 我們台灣對於農業特殊在地材料的應用 特別是這個東西要做到五毒才有意義 就是說 所以他不是說農藥噴一噴量產就可以 所以他要做到 因為他是健康類的產品 那你如果沒有做到有機、無毒這樣子的產品的價值 就呈現不出來 吃下去頂上更加 它的花果是Q 頂上有水、頂上 你這樣好喝很多 我有驚訝就是運輸 你把雞材料 你用雞材料 我按照你的補償來做 才有驚訝 我要好好感謝你 我幾樣 他們都有在進步 但是外觀也變 顏色變好 就是外貌 然後吃起來口感 那個甜度拉高 我們台灣的小農都是這樣 就是要試 要試種新的品種 或者新的產品 就是要冒著生命危險 就是萬一沒種好 或者技術輔導沒有到位 那就沒有收入 當時 因為第一次看到台灣有特別的產品 當時很少人種這個東西 那這種東西又是以健康為訴求 所以我們就直覺的 就是認為小農 將來台灣的小農 要發展出高經濟收入的作物的時候 那應該就是要找尋這種 就是有高健康價值 有高品質 然後又是還要走有機 這樣才會讓消費者慢慢慢慢去接受 他的這種可能貴一點 可是值得 李正沁從一開始對無花果一無所知 到現在成為人人口中的專家 但是他並不自傲 反而如飽滿稻碎千充低頭 他無時無刻都會感念 一路扶持相助的老師們 雖然苦盡甘來 但他的腳步也沒有停下來 現在他的無花果已經榮獲雲林縣農產品十大半熟里獎 而且不僅僅是生食 他的外配媳婦還開發出許多無花果料理 他與否就像生食 他們都在早上煮出的 他還沒有在家內 他們最喜歡 炒魚身 因為一定要吃 我們前幾天都沒有煮出來 到時來這是台灣鵝 我們和我們大家的鵝 他們在那時候都變壯了 他把木耳和紅菜頭 我们要吃两个多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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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要吃一口的食物 我们要吃一口 吃一口 我们要吃一口 都炸香蕉 骨、大骨、小骨都炸下去 你都炸一炸 这人一拨在外面煮人会冷藏 如果人花锅炉就不用冷藏了 你来到有一个冰粉 所以他不用说什么冷藏 这龙一做其实就完全不做 他平常使他就要这样做 因为我做一个改变 我不管是我都叫他说 有点鸡咖、鸡咖、鸡咖 我们自己的东西就要来熄熄 来熄熄、来煮 煮煮的 有点是这段牌人拿来的 我们也会带人拿 这个鸡咖、鸡咖、鸡咖 这个鸡咖、鸡咖、鸡咖 这个鸡咖 这个鸡咖 没有鸡咖 他要放这 我很高兴 因为这是好食物 他们的鸡咖 回来好好享受 这个鸡咖的大餐 这个鸡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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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的身体 非常非常方便 我吃鸡咖 吃鸡咖 所以我就看鸡咖 可以来团移 我第一个鸡咖 假日如果有空 大家也会回来 对 回来就是这样子可以吃 就是比较特别 跟我们平常吃的比较不一样 因为这个五花果 是比较生鲜的水果 那保存也比较不容易 所以就是现采现吃是最好的 对 而且爸爸的五花果 都是没有很荣药的 直接洗一洗就可以吃了 就是很营养很健康 而且这个五花果吃起来很特别 其实很像 有点像那个水蜜桃的味道 对 很软Q 然后很甜 吃米粉 比较喜欢妈妈自己炒的 不仅有米粉的味道 还有五花果的味道 吃到像阿嬷炒的一样 每一道菜都煮得很美味 都很好吃 也比较健康 不像说有时候外面 可能加了什么东西 你也不知道 家里自己产的水果 自己炒的米粉 自己吃的也比较安心 因为没有毒啊 没有产毒的关系 外面买的都有产毒 所以小孩子每天在看 他们也会怕 怕 怕以后怎么样了 不好 不好吃 土地里 长出的作物 因为来自自己的用心 所以变成佳肴美食后 自然的就凝聚了全家人的心 面对有着 异国文化的五花果餐点 人与作物 同样都是他乡便故乡 在家人的支持下 李正沁满事欣慰地 准备去实现更人大的农业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说 要来做一个有机上面的度假村 实际有困难没问题 我们要用心来突破五十天 来梦想成尊 老记福利 志在千里 斗志不输年轻人的李正沁 用双手种出亮眼的成绩 务农士家里 身体力行 勤勉普世的精神 也传承到了下一代子孙 在圣经中 无花果是有能量的水果 也被叫做生命果 其实 无花果并非无花 只是它的小花 开在影头花絮的 蓬空花托内中 虽然不见花 但最终 会在树上结成甜蜜的果实 李正沁因无花果成为农业先生 最初的辛苦过程 也许隐而不见 但这成果不只影响家人 也是台湾农业转型 值得学习的典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